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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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V1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Ben Sir 歐陽偉豪 人稱Ben Sir的歐陽偉豪 以前教小學做訓導主任兼PEA Sir 今年就在中文大學做高級講師 憑著講話曉轉彎的口才轉字幕前 主持不少與廣東話有關的節目 今年7月 他約滿有台離巢做自由人 但這件事似乎不小心低調了 沒什麼人知道 導致他的粉絲留言爆笑說 Ben Sir約滿這麼大的事情 沒有人說的 不是沒有人說 只是未說 有請Ben Sir自己說一下 走出來我會看成為好像畢業 每個階段總會畢業 總會圓了一樣 當我很認真出來 那時真的五年他投入 真的跟他們簽約 那我們的約又是很鬆散的 那一年一年就簽下去了 合作下去 一個劇集都要半年至九個月才完成到 一直簽下去 去到已經出來五年了 我讀博士也是五年了 好像完成了一件事 那何不真是跳出來 即是下山那樣 學到一些東西下山 在五年那樣 索到那些 要辣到那些 下山去試一下自己 即是獨立的情況之下 我最想是跟其他電視台 或者其他媒體 在沒有任何的束縛之下 去發展跟其他媒體的關係 就是這樣 一向想頭多多的Ben Sir 還在網上推銷 一來就量了三個節目大方向 一個就是將他三十年教學經驗 改寫成喜劇 而另一個就是叫做 全球廣東話大曬冷的節目 希望比較世界各地廣東話的分別 最後那個就是 就是超級看樓團 難道Ben Sir想重操故業 又帶大家看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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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清楚 淺樓不同比樓 我超級看樓團 那些是開玩笑的 那些粉絲說 已經變成 表示女性的那個 柳字 很過癮 吃回那個字 我們香港的創意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吃字 那些是開玩笑的 另外那兩個其實是認真的 一個講教育 教育風雲 就用一個喜劇的形式 我要脫離周星馳 不是周星馳那種 就是那種炸雞特工隊 或者什麼打死不離 三兄弟 三兄弟作死不離 什麼什麼 那一類的東南亞式的 一些戲劇的方式 這種戲劇方法 來反映那個教育的問題 學校的問題 那為什麼去教育呢 那我恩利成辯 我教了三十年書 幼稚園我也教過三天 各級我也涉獠過 在料方面已經全都在了 所以我最理想的方式就是 每天有個編劇 或者編劇的團隊 我在旁邊 我一直餵一些料給他 那他就有框架在寫 那到最後 那當然是想帶出一些希望 不要一直灰下去 那你帶出希望 那我的結尾是 很正能量也好 或者很負面也好 都要告訴別人 你有個希望 是不是 所以就是這樣 這裡其中一個project 是戲劇性的演戲 另外那個非戲劇性 或者是紀錄片多些 就是全世界廣東話大沙欄 那樣 講到很大的 我就想講 以全球華人之中 講廣東話 應該是不少 是不是 當中包括大灣區 六七千萬人 馬來西亞 澳門 之類 溫哥華 所有 去到多少就是多少 從那個國際性的角度 來看廣東話 起碼呈現到 大家不同地區的一些分別 譬如說澳門 澳門講 講膠拆 我們講拆膠 那這個已經不同了 我覺得這樣可以慢慢 一直走出去 東南馬 馬來西亞 或者泰國都有些 這樣 那這裡倒閉 那裡倒閉 可能日本 日本都有很多廣東話的 成傳在裡面 甚至韓國 在韓國搭地鐵 那些音 都承繼著我們廣東話的 一些入聲字 所以我覺得 是做不完的 可能十年都做不完 我們起碼要有個 這樣的大的計劃 才推動到我們 Ben Sir曾經說 自己流著周晶慈的血 那做甚麼計劃 拍教育喜劇這壹事 就走來說 要撕掉星爺的影子 其實我又沒有說 很刻意地扮他 我有研究他的語言 但是那些網民 是都要死都要說 我是像 我都沒辦法 我像一個人 我覺得像一個人 是很難的 是想給你這種機緣 我又沒有辦法 我又不會刻意去撕掉他 很多 許顧問的洞督笑 王子環的洞督笑 我覺得他們幾個洞督笑 可以混在一起 只不過有時候 說話的聲音很像 好像是黏著 那所以 你說 譬如說去那個教育 那個喜劇 我一定要 可能跳不出 起碼我有個這樣的意識 去跳出那個思維 或者那個格局 而阿星爺有看過 他的訪問 他都有迫自己 擴闊他的眼界 他就說 用廣東話 只是限於廣東話的世界 所以他 好像是長江七號 他故意少說話 把自己藏在裡面 他其實是想 試一件事 可能或者試得不成功 到最後 好像美人魚 就多了他自己的影子 因為我們都受阿星爺 那個90年代 哇 連連都有他幾出東西 好看魚不好看 爆魚不爆 一直這樣 是受到那個影響 是相當之多 這樣 所以 即時想 就《國產零零七》 對 《國產零七》 那些情節是很正的 什麼《古惑的槍》 《審死官》 《審死官》 在那裡是特別去爆紅 是啊 什麼《喜劇之王》 還有張柏芝那些 《食神》 這些很多 《食神》 我也有些廣告來模仿他 問題就是 咦 這個我們享受過很久 到了今時今 2022年 如果還停留在那個思維 哪怕是會很舊的 但是怎樣去做到 拿到他的精髓 但是放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這樣 我覺得 講到Ben Sir 跳出框框的最佳例子 當然是在電視上 介紹粗口文化 還抵死到 用拍手代表粗口 怎麼夠你玩 咦 我的考慮就是 在電視不講粗口 都可以帶出粗口的理論 如果我依然是用聲音的 你抵死飯 跟平時的電視台 可以馬上加一個 那我吃硬 我告訴別人 我有更粗口 那些 澄清不到 那不如拍手掌 又有聲音 又有畫面 拍手掌 我們根本是一些 鼓勵性開心的 容易一些開心的東西 反過 原來是代替粗口的 那你又催我了 那電視台也不會 將他特意去掌 是根本沒有麻煩的 那那個空間 就可以留給別人 在他自己的腦 去加他自己適當的粗口 因為拍手 Ben Sir也真正誕起 不過在響朵之前 其實他也有一段迷惘期 那拜一下拜一下 那些人又認識你 那這裡很開心 連登仔也說一下 那時候很沉醉於在這裡 但是沉醉還沉醉 我都清醒的 咦 爆不了出來 那些人認不出來 你不是學四、學飛那個 我不是講中文那個東西 那個中文老師 那去到一個位置 我都很迷惘 我提醒自己 咦 如果做完這一輯 都不爆呢 那我就收心養性 就繼續去教書 不想外面的事情 那時候迷惘到我連 IQ博士鏡頭片的人物 和我完全沒有搭配 我都找來辦 那時候已經是代表了 我多迷惘 Ben Sir最近在社交平台 勁活躍 一日出幾個post 他也出名什麼都敢說 所以被網民封做抽水王 不過Ben Sir就說 只是做回自己本分 對呀 那我以為是抽水俠 那個不是我自己 是水無處找我拍廣告 他們做了這個角色 那就因來成變 那我就做回自己的事情 沒有違法商業商的書面條例 多虧網民都幫忙製造這個笑話出來 那這個你便看到 只要我不會說起了槓 有人批評我 我立刻什麼什麼 就立刻封鎖 這樣 就不會說搞到 我的粉絲很大反感 就由他很自然地發展 那你會看到 有時候這些就是 我們不是這麼開心的日子 比如近幾年 大家戴口罩 都有一些笑話題 做了出來 我覺得 還有抽水這個字 大家用得多了 那你都可以反省一下 是不是逢在批評就叫做抽水呢 新聞報道員都在報道 是不是一報道就叫做抽水呢 還是一有些評論就叫做抽水 這個可以令到我們去反思一下 和抽水的水平究竟是怎樣的 如果可以帶給大家歡樂 這些水又不怕抽的 畢竟這個年頭 快樂比一切都重要